大家好,欢迎来到聚集地 今天为大家带来一部 32个女人齐聚墨西哥豪华中原 整个选美王后桂冠 光鲜亮丽的比赛背后 是卑鄙肮脏的资本操控 完美游物的身后 是道不尽的无奈心酸 她们固盼生姿 却遭强权压迫 她们貌美如花 却被命运裹挟 跨越时间和地狱的罪恶 正脱步开的骑士枷锁 极黑暗,阴谋,全色交易 女性生存于一身的 暗黑悬疑智力剧 美人危机第一到二集 1989年的墨西哥 正值选美风气盛行之际 经过层层筛选 全国最美的32个女人 将在这里一决高下 争夺最后的桂冠 穆斯笼罩森林 庄园的盛况拉开帷幕 用90天的时间 掘逐一顶王冠 听上去像一个童话故事 但这里实际上 却是女孩们的人间地狱 热闹的晚会上 全国顶尖美人一一两相 一切似乎都沉沦在 纸醉机迷中 忽然 砰的一声巨响 掀起一片惊呼 一个美丽的女人从听而降 鲜血似箭 红颜陨落 繁华的表象里 到处渗透着阴谋的气息 时间来到三个月前 娜娜是一名传播学专业的 硕士研究生 她很好奇 参加选美的墨西哥小姐们 为什么会心甘情愿 成为社会的消费品 于是 她特意来应聘女孩们的文化课老师 当她翻开第一个女孩的档案 她就彻底被她们的故事迷住了 多洛是天生的美人披子 她妈妈曾是选美冠军 在妈妈的训练下 多洛十二岁就能穿着高跟鞋 如履平地 她参加过各种选美比赛 小小年纪便知道 该如何用美貌换取利益 另一名乔瑟琳 是纺织厂的女工 她每天要工作十一个小时 换一点点微薄的薪水 直到大佬出资赞助她选美 她便只能如一只赛马般向前奔跑 黑皮美女莱斯原本并没有参加选美比赛的机会 直到她们当地的选美冠军被查出嗑药 她才得以取代冠军进入庄园 在正式比赛前 女孩们要经过三个月的封闭式魔鬼训练 她们到达庄园的第一天 就被要求签署一份合同 不许有整容和怀孕经历 她们要像牲畜一样穿着泳衣 被人检查五官 身材 甚至牙齿 不仅如此 男人还要用尺两女孩的胸部来挑她们的瑕疵 夜里 叛逆的女孩们有的从袜子里掏出了小药丸 有的掏出了烈酒 还集体跑出去偷蛋糕 主办方拿这些野性难逊的游物们头疼不已 除了批评教育 还能拿她们怎么样 在封闭式管理模式下 女孩们的秘密很快浮出水面 莱斯趁人不备在厕所里偷偷挤掉奶水 以防止隐尸衣物 原来莱斯在来之前刚刚生的娃 很明显她违反了合同约定 但主办方为了掩盖这种丑闻 并没有让莱斯退赛 而是逼她签署协议 服用抑制奶水分泌的药物 而多洛 在她来参加比赛之前 就已经处在悬崖边缘 她美丽的外表下暗藏的保质期 已经时日无多 她只能靠吸毒酗酒缓解焦虑 拍照时 磕药磕得浑浑噩噩的多洛一头栽进水里 主办方不敢相信 这样一个才二十岁的花季少女 竟然有心跳过速 一系列数不清的毛病 晚上 主办人的部长哥哥带着周长来欣赏美人们 据说周长将是下阵总统 这可得好好巴结巴结 当周长看到多洛的照片 她的眼中瞬间迸发出色秘秘的光芒 可惜她今晚无缘见到本人 因为多洛还在秘密实验室里 女老师娜娜这边 她意外发现一个女孩被偷偷带走 她暗中跟上来到一个密室 结果她发现 医生正在对被带走的女孩做手术 医生一抬头 恰好和娜娜对上视线 娜娜吓得撒腿就跑 路上 娜娜恰好遇上醒来的多洛 他们拼命逃窜 却发现根本无路可逃 试图从庄园陷阱里逃跑的动物会被烧掉 工作人员们杀鸡儆猴 警告娜娜别再作死 画面一转 乔瑟琳趁人不备 偷偷往家里打了个电话 当她得知妹妹已经两天没回家后 她完全没有心情留在这里选美 她只想赶紧回家找妹妹 但这地方可不是能说来就来 说走就走的 等待乔瑟琳的只有冰冷关闭的大门 主办人安慰乔瑟琳说 她的妈妈已经知道林妹没回家的消息 乔瑟琳完全不必担心 但乔瑟琳仍然放心不下 这天娜娜打算给女孩们上课 谁知第一天她就被女孩们上了一课 原来这里的女孩并不是她想象中那么愚昧无知 他们卧虎藏龙 就娜娜给人家选的那几本书 人家都能倒背如流 娜娜再也不敢小瞧这些姑娘 她将乔瑟琳叫出来 想停停她来这里的原因 丽娜娜没想到的是 乔瑟琳并非自愿来到这个地方 她和妹妹有一个特别疼爱她们的父亲 可好景不长 在姐妹俩还小的时候 父亲就撒手人寰 乔瑟琳不得不早早去场里打工 出落的停停欲立的乔瑟琳 是让男人望上一眼就把持不住的美人 某天清楚发现了这颗明珠 于是她在乔瑟琳身上大把砸钱 让她去参加选美 对于乔瑟琳来说 她和一匹决定不了自身命运的赛马 没有任何区别 第二天 到了32个参赛者 向电视机前的观众们正式介绍自己的时刻 官员们怡然自得地欣赏各有千秋的美女 不知心里打着什么鬼主意 轮到乔瑟琳上台时 她台词还没说完 就哭着拿出了妹妹的照片 请求大家帮她找妹妹 傻时间 原本安静的会场一下子炸开了锅 有人力挺乔瑟琳 有人觉得她就是个蠢货 这时化妆师笑盈盈的蛊惑乔瑟琳说 要想找妹妹就得有钱 而她恰好有赚钱的门路 乔瑟琳不是化妆师第一个盯上的模样 当急需用钱养孩子的莱斯打算偷出宝时 化妆师也告诉她 这些都不值钱 想赚钱就和我混 还包括科药成瘾的堕落也同样需要钱 那么化妆师到底帮他们找了什么赚钱的门路呢 夜里 他们三个被化妆师带到一座邻间小屋内 摄影师的镜头已经准备好 她嘟囔着 迅速拍好 转钱分分钟 女孩们一开始还有点放不开 渐渐的 他们开始投入这场拍摄 搞了半天是让他们拍鸡片 忽然光头周长闯了进来 她命令保镖带走黑皮的莱斯 多洛和乔瑟琳留下 化妆师提醒他们 好好伺候这位未来总统 如果表现得好 明天会有双倍报仇 这种事多洛可太有经验了 周长第一眼就看上了多洛 这位360度无死角的大美人 至于乔瑟琳 今天她在节目上惹了那么大麻烦 周长必须拿她卸卸火 肉欲沉沦的潜规则 无声无息地发生在小屋里 但这变态周长 并不满足于普通的雨水之患 多洛眼尖事态不妙 这样下去 乔瑟琳会被她玩死 多洛连忙阻止周长 不料周长太脆皮 多洛只是推了她一把 这会就领盒饭了 血案发生得猝不及防 乔瑟琳完全被吓傻了 多洛虽然也很害怕 但她强逼自己冷静 她让乔瑟琳和她一起 抬走周长的尸体 毕竟尸体留在这儿 死的就是他们 另外一边 莱斯在回庄园时 碰上了文化科老师娜娜 娜娜连忙问她 另外两个女孩在哪 当她听说 他们还在木屋里时 她赶紧让莱斯带路去找他们 当他们赶到木屋时 恰好看到 多洛和乔瑟琳艰难地 将周长的尸体 抛下了悬崖 四个女孩面面相去 周长保镖的车正在赶来 他们该如何掩藏这场意外 各位小伙伴们猜一猜 周长之死 会为他们的命运 带来怎样的改变呢 好了 今天的解说就到这里 希望大家多多点赞支持 记得订阅剧气地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